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京今天会见我们主席习近平 那当然了 19号之前两个互相发表声明 可喜可贺的 始终都是两大强国联手 震惊世界 不畏西方的压力 这个是我们乐见的 身为一个中国人 见到习主席这么厉害 与有荣言 在这里也讲普京 普京在这里的时候 他去了克里米亚 去完克里米亚 然后半夜生间 他就去了马里乌波尔这个地方 马里乌波尔 就是乌克兰的其中一个城市 当日被围城 死了几千人 乌克兰总统府的顾问 波多利亚夫评击 罪犯总是会重返犯罪现场 这份杀害马里乌波尔数千家庭的兇手 跑来欣赏这个城市的残骑和坟墓 而乌兰国防部也都谴责 普京在夜色的掩护底下 访问了乌克兰城市 马里乌波尔 正符合他的导策身份 那其实来到这里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 甘露大不为 其实很简单 现在普京还可以去哪里 当国际海牙法庭 已经将你定义为通缉犯 而且也都发出了一个逮捕令 是全世界都要执行的逮捕令 在这里 德国已经发了声明 这个声明讲得很清楚 只要普京进入德国的话 马上会遭到逮捕 然后送交海牙法庭 不单止是这样 最重要的就是金砖五角的 其中一个叫做南非 南非在这里依然力挺习近平 和普京 甚至不愿谴责普京 甚至站在普京旁边 之前的三国也都正式这样 军事演责 站在一个独裁者旁边 但是今天你见到联合国 的刑事法庭上高 已经出了拘捕令 这样南非政府 今年也都会有一些国际论坛 而普京是被邀请之列 那传媒追访 喂你究竟会不会拉人封艇啊 接着南非他说的 根据国际法 南非是这个国际法庭的签署国 一般来说是必定要遵守 即是说普京你来到南非 就要拉人封艇 然后交给海瓦法庭处理 陆续都会有来 即是说现在普京在国际上 包括他号称的盟友 他都寸步难行 那当然 是不是够僵 是不是够胆 拉普京就是一件事 但是姿态已经摆出来了 我当然了 如果德国就一定动你 南非 说就说遵守 但是会不会特事特办呢 喂你邀请了普京来的 六月份那怎样啊 那这些真是拭目以待 在这个时候 普京也都发现了 自己没办法再好像以前那样 成为了世界强人 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 结果今时今日 只能够 为了壮胆 克里米亚也好 马里乌 波尔也好 哎呀 怎么都要出去走走走 证明我 还可以这里去 那里去的 但是事实 已经来到这样的地步 普京 只要一出国 我相信 不管你在哪里 必定会被人追究 这个责任 而当他战败的话 一定成为罪犯 战争罪犯 在海牙法庭 就见到他了 今时今日 全球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 包括缅甸都 都没试过 因为缅甸 你可以说他关门 内战 但是你摆明就是侵略人 如果 这样的还有和谈机会 就是习主席现在去了俄罗斯 那我不知道 这个和谈 怎样展开 你侵略人 你还要下去 人家的土地 那里耀武扬威 难道要将土地送给你 漠视自己的主权 这些真是笑不出 今时今日 普京 走尽了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请大肥 喝杯咖啡 网台经营不易 不是不善都对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拜拜